画面中可以看到 双载机车行机路口 打灯左转 每天要下一秒 直行的轿车闪避不及 猛力撞上 撞击力道之大 机车瞬间弹飞到路口 灯轻道上 叫一下那个看到有没有反应 这么一撞 机车驾驶和乘客 连人带车弹飞 痛苦倒地 附近民众赶紧上前关系 而车祸现场更是一片凌乱 机车车可零件散落余地 而停在路中 一面撞上了轿车 车头保险感掉落 就连引擎盖也都翘起变形 巨大声哭 嚇壞众人 轿车驾驶也来不及反应 事发就在今天凌晨两点多 高雄左移区 有人当时一名真姓男子 骑车载就有人 没想要行进入口时 位一耗制违规左转 才会导致轿车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上 机车驾驶 手脚骨折 身体 差错伤 意识清楚 尚无生命危险 后座乘客 由医院救治中 违规左转 机车上的两人 双窗挂彩送医 所惜两人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也将持续联清 整起事故的责任为数